喂 小川 好的 我知道了 好的 顾总 我这就去办 怎么了 周建青病了 在医院了 严重吗 应该不严重吧 这不是让我回去拿画板接着画画呢吗 我去吧 女生的东西你也搞不清楚 好 女孩要多吃一点水果 你看 这个芒果是从国外专门空运过来的 谢谢靳玄姐 清清 你还想吃什么水果 我去给你洗干净切好 不用麻烦了 我随便吃点就行 没事 我给南州切水果都切习惯了 你是不知道它有多挑剔 水果必须让我切才吃 还配要大小一致 否则啊 就说影响口感 这货归毛到这种程度 果然是鸡皮 我和小川要去超市 你们需要点什么 水没辣 好 再买点 辣椒 花梅 薯片 还有果汁 你不能吃 好吧 护手霜 再买根皮筋 最好是森女系的 你住院 带什么皮筋 那 还有什么 能不能顺路给我带包卫生巾 那种东西 你自己买 不买就不买 凶什么嘛 不好意思啊 之前习惯了 死结屁喝过的水你都敢喝 不愧是星云副总 胆子真的大 为什么会分纯棉 棉柔和液体 有什么差别吗 啊 死死了 顾总 其实咱们随便挑一个就行 不行 网上说 这个添加相经太多 这个不行 这个好 这个好 他现在还不能吃这些 我吃 你要吃 自己买 顾总 你不会 日久生情了吧 这那小丫头那么上心 我那是为了让她 跟我保持一样良好的生活习惯 再说 她这次住院 那也是因为我 你知道 孙女戏是什么东西 孙女戏就是 不知道 清清 谢谢啊 你们回来了 你们回来了 你熬的东西 谢谢啊 你不是芒果过敏吗 我就吃一点 她不能吃芒果 顾总对女孩子还真是心系呢 我真是 怕她才给我惹麻烦而已 你们俩没事的话 先回公司处理自己的事吧 她昨天晚上折腾了一宿 让她多休息会儿 南昼 要不你先回去吧 我留下来照顾她 不用了 那 我跟小川先回去了 你要是有事的话 你也赶紧回去吧 我只是在依据合同 进甲方应尽的义务而已 我只是在依据合同 进甲方应尽的义务而已 我只是在依据合同 才能成为优质的义务 是不是 行吧 那你好好休息 别过惹麻烦 好的好的 张颖 你到哪儿了 张颖 你来啦 你不说只有点小问题吗 我就是有点头晕 现在没事了 这都打上点滴了 还没事 别话了 休息会儿吧 那能怎么办 你看现在已经几点了 马上就要交稿了 那这 时间再紧张了 也没有你的身体重要吗 这也是我的身家性命啊 我好不容易碰到一个 不拖欠稿费的公司 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老天爷赏饭吃了 我不能没有他吗 还剩多少 发给我吧 我帮你发 那我分你的那一部分呢 放心吧 早就画完了 把分清发给我吧 师弟 关键时刻 还是你最靠谱 你最靠谱 当你的搭档 二十四小时都戴习惯了 能不靠谱吗 来来来 说分清 说分清 来 我觉得这个构图还行 这边可以调整一下 调吗 那挪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 这个 这个也可以调整一下 在这儿吗 我觉得 这样会不会有点太麻烦了 周远欣你不要命了 先别动 我先拍个照 发个朋友圈 这可是跟老板 邀功的好机会 所以你就拿自己身体开玩笑 就是回点血而已 多大点事嘛 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这丝毫不影响我 该吃吃该喝喝啊 来了